共产党副主席努力依莎谴责 有心人士在TikTok污蔑她涉嫌贪污 令她感到非常失望 努力依莎透露 已经有人报警 要求彻查这个诽谤言论 努力依莎昨天在面子书写道 她1998年涉足政坛至今经历无数的攻击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界限 她愿意忍受攻击 但她不会放过诽谤她涉嫌贪污的指控 也是财政部部长顾问团成员的努力依莎说 我不曾做过滥用权利或政府公帑的行为 也不会接受反对党散播诽谤 特别是涉及我的信誉和诚信的谣言 努力依莎透露 已经有人针对散播谣言的事情报警 她相信国家的司法制度将会对付造谣者 努力依莎认为 如果大马的政坛被诽谤文化污染 那么国家将无法进步和成功 据了解一名女子在TikTok影片中表示 如果要得到合约或私吞公帑 要先问过努力依莎 不过有关影片已经被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